这个女人比孙悟空还要牛叉 每个夜晚她的头都能离开身体 带着自己的心脏飘飘悠悠地出去溜达一圈 第二天照样跟没事人一样正常生活 女人其实是一种鬼 在咱们国家被称为落头士 十几年前的一天夜里 几个小伙伴来到树林里玩赌猫猫 女孩莎莎躲进一间破败的小木屋 木屋里面有个箱子 莎莎走近一看里面是空的 就在这时 这个女人就是落头士 据说只要沾到落头士的唾液 就会被下诅咒 变成下一个落头士 这么看比丧尸的病毒传播方式 是差了不少 言归正传 莎莎不知何处异于常人 直到她长大以后 诅咒才慢慢显现出来 她最近总是被噩梦惊醒 床单上也时常布满血污 胸口处也开始出现阴红的血痕 可她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莎莎是一家小诊所的护士 这天来看病的大妈叮嘱她 晚上睡觉一定要关好门窗 因为可怕的落头士出现了 吃掉了村里的很多省畜 莎莎听话地锁好门窗 其实她不知道 人们口中的落头士就是她自己 这天 莎莎的青梅竹马阿诺回来了 两个人开心又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可是阿诺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她带回了一个狩猎队 而这个狩猎队专门猎杀落头士的 狩猎队队长长矛 得知村里最近的情况 一口答应留下来为民除害 这天夜里 阿诺头上闪过一道红光 她抬头一看 竟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落头士 眼见这东西飞进了莎莎的房间 阿诺赶紧追过去 可是她看到了什么 心爱的女孩竟然是恶鬼 这对谁来说都是个不小的景象 莎莎这才知道 人人惧怕的落头士竟然是自己 她还没从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回过神 就发现阿诺不见了 莎莎和阿诺一直两情相悦 对莎莎来说 被心爱的人讨厌害怕 大概比变成恶鬼更让她伤心 但阿诺并没有离开 她去找了一位大师 询问落头士相关的事 大师告诉她 落头士并不会主动伤人 他们本是会巫术的人类 因为巫术反食才变成这样 大师叮嘱阿诺 按照自己心中所想的去做就好了 于是阿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开始捕猎给莎莎吃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人小心守护着这个秘密 感情也是迅速升温 因为阿诺的头位 莎莎的头没再飞出去过 村民也渐渐遗忘了落头士 可莎莎还是暴露了 来诊所看病的一个小姑娘 不小心喝了莎莎喝过的水 诅咒当时就生效了 小姑娘当着父母的面 变成了落头士 狩猎队文讯赶来 对着长矛用小虫子 也游小姑娘 其他队员趁机打死了她 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 长矛开始调查感染的原因 在诊所工作的莎莎 有了很大嫌疑 而阿诺在树上查到 可以一直落头士诅咒的方式 他们在森林里 找到一种会发光的草 莎莎吃下去 就可以短暂的一直诅咒 两人摘了许多发光草 阿诺还挖了一些 准备拿回家种在家里 眼看生活重燃希望 可是这个时候狩猎队来了 队伍里还是莎莎的暗恋者大壮 大壮见两人这么泄密 怒气冲冲的就要扑过去揍阿诺 阿诺让莎莎赶紧跑 莎莎晃不择路的 来到这间熟悉的小木屋 这间小木屋 似乎还承载着 上一代落头士的怨气 莎莎瞬间被怨气牵食 失去了理智 差点灭了整个狩猎队 队长长矛回到村里 召集了一群人 浩浩荡荡的去了莎莎家 只认莎莎就是落头士 但莎莎吃了发光草心里有底 丝毫不慌 反口说长矛想侵犯自己畏随 这才出口污蔑她 还是大壮把她救出来的 大壮喜欢莎莎 自然站在莎莎这边 最终长矛被赶出村子 可是她并没有真的离开 而是潜入大壮的家里 张开长满獠牙的嘴 咬伤了大壮 大壮的身体开始便移 牙齿脱落 身上长出鳞片 时常会听见长矛鼓过她 去杀掉莎莎的声音 另一边 莎莎的发光草吃完了 阿诺绝望的发现 发光草是养不活的 而那片发光草都被烧毁了 于是她想带着莎莎离开 莎莎去找大壮死刑 这才发现大壮的异常 原来大壮早就知道莎莎是落头士 她加入狩猎队 只是为了随时掌握情况保护莎莎 另一边 阿诺再次去找了大师 大师告诉她 最开始的落头士是一对夫妻 妻子爱上了一个人类 被愤怒的丈夫捏碎了心脏 从此丈夫的愤怒被一代代继承了下来 换到现在 就是狩猎队队长长矛 所以她一直执着的想要杀掉莎莎 而这时 莎莎的父亲带着莎莎来到村里的聚会 本来想借机证明莎莎不是落头士 可是莎莎的发光草吃完了 她不受控制的在众目回回之下变了身 与此同时 被长矛控制的大壮抓住了莎莎 天军一罢之机 阿诺赶了回来 换回了大壮的神志 长矛见状准备亲自动手 大壮拦下长矛 伴被长矛杀死 周围惊恐的孙明 开始攻击莎莎的躯体 阿诺抱着莎莎残破的躯体就跑 半路还是被长矛追上了 好在大师及时出现 一枪解决了长矛 阿诺带着莎莎的躯体来到河边 只要离开 他们就安全了 莎莎看着自己残破的身体 知道身躯已死 她回不去了 她最后吻了吻阿诺的嘴角 让阿诺独自离开 阿诺就这样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孩 死在村民的乱枪下 故事在阿诺悲痛的泪水中 结束了